冷清了一個多月的北京 近日開始熱鬧起來 3月5號 網上圖片顯示 拉著行李箱的年輕人和扛著行李的農民工 出現在車站、地鐵站 有知情人士透露 在中共的數據操弄下 很多人認為疫情結束了 但外界卻擔憂 復工潮會帶來第二次疫情爆發 武漢出院病人復陽甚至猝死的案例多發 引發恐慌 3月6號 網友上傳的視頻顯示 一位老人治愈出院 社區人員送他回家 但家人害怕不讓進門 要求政府安排其他住處 受疫情影響 大陸商家 商品殘淡 3月6號 廣州13行的商戶走上街頭遊行 高喊23免租45減半 要求減免租金 3月6號 有網友上傳微信對話截圖說 武漢開園小區因為3月5號 在中共副總理孫春蘭視察時高喊假的 全部都是假的 結果遭到了報復 第二天 小區所有可以接收快遞 和團購物資的大門 全部都被封死了